尊敬的父老兄弟們 今天是雪梨域行九九年過季敬老街 今空有緣分參加盛會 感到非常的欣慰 敬老尊敬 孝親尊師 是中國民族的美德 在古老的中國 要從歷史上去追溯 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 古老的祖先文 代代相傳 以這個理念教導下一代 中國的教育 孔子 創建了私人教學的典範 而國家正式制定教學的政策 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 在古老教學的目的 有三點 第一個是教導我們 明了人與人的關係 怎麼樣做人 怎樣與大眾相處 那麼在中國稱之為 能力的教育 把這個人人分為五類 從最小的範圍 夫婦 夫婦住在一個房間 這最小的範圍 你房間 外面 這是你的家庭 家庭有父子 有兄弟 家庭外面是社會 社會有朋友 有君臣 君臣就是現在所說的 領導與被領導 我們明白這些關係 這些關係當中 有血緣的關係 有道義的關係 所以才講父子有親 這是血緣的關係 血統的關係 朋友有信 君臣有義 這是建立在道義的關係基礎上 所以人與人相處 能夠相親相愛 能夠互相尊重 互相照顧 人是一個社會動物 不能脫離人群單獨生活的 尤其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族群在一起生活 自古一來 就如是 到今天 依舊不例外 所以 多元文化 是天然的 不是人為的 能夠適應 能夠適應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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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健康的 違背多元文化 這個人 心理跟生理 都生病了 除了懂得做人之外 除了懂得做人之外 教育第二個意思 是要你明瞭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我們的生活 兩耐大自然的供應 衣室住行 都離不開 所以 如何跟大自然相處 這才有 人名 愛我 什麼叫人名 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對待別人 要常常想到自己 人家用這個對待我 我歡不歡喜 我不歡喜 我不可以用這種心態 對待別人 這是真誠 大愛 不但愛一切人 還要愛一切無 這是對於自然環境 第三 更向上提升 讓我們了解 人與天地歸神的關係 這個世間 十十多多宗教 敬仰上帝 中國這個民族 自古以來 祭祀天地歸神 在佛教裡面 佛陀教給我們 你看看 每年 初一 這是一年 開始的第一天 佛弟子 第一段事情做的是什麼 供天 要做這堂佛祀 供天就是對於上帝的尊敬 哪裏有另外的呢 以最真誠的心 奉獻給上帝 在佛法裡面叫天地 所以 中國古代這個教育的內容 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這個教育的理念 都沒有改變 而教育的根基 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 孝親尊寺 孝親裡面最重是養老 養老 養老 是做兒女的責任 但是 現代的教育 與中國古時候教育的理念 完全不相同 現在年輕人 對於孝敬 非常淡薄 這個不能怪他 如果我們怪他 那就大錯特錯了 怪誰呢 怪我們自己沒有教 師尊在《無量壽經》上講得很清楚 心人不善 上一輩沒有把他教好 你怎麼可以怪他呢 不能把這個責任推卸給底下一代 我這一代 還算是很僥倖 站到一點教化的邊緣 對於這些道理 懂得一點 很不幸 我們身在 憂患 淡亂的 年代 我從14歲 離開家庭 這麼多年來 很少跟家人 跟父母有一個短時間的相聚都沒有 所以 對於 父母養餘之恩 念念在懷 想到 中國古聖 與佛族教導我們 佛經講得更好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們看看佛家的胸懷 宋朝 范仲淹先生說 老無老 一切人之老 幼無幼 一切人之幼 這都是慈悲不愛精神的路 這都是慈悲不愛精神的路 所以我上一次 經過學歷 聽說 此地 宋伯高年中心 要建一個養老院 我就非常歡喜 我願意全心全力來協助他 死後 也有很多人 來告訴我 說這邊的狀況 不失那麼樣理想 法師 你不要受騙 每一個人都存這個心 天下這個善事 沒有人去做了 誰還敢去做 正如同 這世間許許多多的災難 大家不敢去救災 為什麼呢 怕這個救濟的錢 到不了災民的手上 活活地看到這個災民 莫死 這是感情用死 不是真正慈悲的流露 真實的慈悲 縱然我們以善心 這個錢拿去被人騙了 我的功德是圓滿的 《楞严經》上佛講得很好 法意圓成圓滿功德 你來生 生天祝福 那些 那些 吞滅神祭 財物的 他躲阿比地獄 他躲阿比地獄 不是你存心 陷害他躲地獄的 你如果存心 這個人我要害他 我要把他送到地獄去 我捐些錢讓他去貪污 那你就做我死 你不是這個心吧 大乘佛法 戒罪啊 愣心不愣死 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就放心大膽去做 我是一颗純善的心 是真誠的愛心 我看到 年老的老人 就跟看到自己父母一样 今天有人發心見老人院 有這麼多人來照顾老人 替我照顾我 我求之不得 我怎麼能不盡心盡力 來做這段事情 不是說幫助他做 這個事情是我自己分內的事情 我們人人能存這個心 人人人能做如是想 世間老人又浮了 我們自己會老啊 我們能夠尊敬老人 愛老人 照顾老人 養老人 將來自己得的果報 自然殊勝 如果我們畏首畏尾 不敢去做 到你老的時候 沒有人照顾啊 你那個時候手抖的痛苦 你後悔莫及了 世出世間法 最寶貴的就是你存的一點心 這個心太可貴了 財力不可貴 那個無所謂的 這一念真心可貴 一念信心可貴 信心 信自己 所以我們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明白 具足自信心的人很少 所以釋法跟佛法的修學 都很難成就 沒有自信心 沒有自信心 要相信別人 太難了 歐耶大師 在彌陶金要節裡面 給我們講信 第一個是相信自己 第二個信佛 這個道理很深的 我們要仔細地去思維 去修學 世間縱然有災難 有信心的人得救了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一樁好事 決定沒有畏首畏尾 決定不會受周邊 警戒的動搖 好 這段事情做得成功 好 做不成功也好 我們這一點真誠的信 上帝知道 神明知道 佛菩薩知道 好 所以我們在新加坡 正在籌備 也要建一個 彌陀村 對象 對象 幫助你老人 大家在一起 過一個 最有意義 最幸福美滿的晚年 我對養老的福利 非常關心 非常留意 在世界上 許多國家地區 凡是我到的地方 我一定要去參觀 老人福利事業 而這個事業是澳洲確實做得最好 可是也有遺憾 今生生活缺乏 所以我希望 這個松伯 老年中心 這個高年中心 除了物質生活照料之外 一定要提升精神生活 使他度過一生 最幸福 最美滿的 晚年 中國人常說 少年 是陪福 中年 為社會 為大眾造福 晚年是享福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老人院 是老人晚年 享福的 一個事實 如果做不到 老人享福 我們就有罪過了 所以我要求 新加坡 這邊的 那些 彌陀村 所有的工作人員 要把住在 彌陀村裡面的 這些老人 都看作父母 一樣的孝順 都看作佛菩薩 一樣的增進 我們才是佛的學生 才是佛的弟子 盡心盡力 為老人服務 在老人院裡面 為老人獎金說法 為老人提供一切 文化娛樂的節目 這些娛樂節目裡面 我們也遵守 孔老父子的原則 思無邪 讓他每一天 在這個裡面 所借出的政治政見 所以 老人院 老人院 我說過 是最有希望的功臣 因為 要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轉換 怎麼轉換呢 轉換成聖 像一般宗教徒一樣 這是我們升天的 預備的出所 我們在這場準備升天 在佛法呢 我在這個地方準備做佛 做佛法 於是這個功臣都殊聖 還有哪個比這個更有希望 還有哪個比這個更殊聖的 我們能對一切老人 孝順 對一切老人 像對佛菩薩一樣的尊敬 對上帝那麼樣的尊敬 佛經上告訴我們 孝敬是信德 這是信德的自然流露 信德能夠流露 這個人就是佛 就是佛 佛菩薩到哪裡修 在老人院裡面就成佛了 就成菩薩了 在這個裡頭 行菩薩道 修菩薩行 今天非常稀有難逢 我能夠遇到這個聖會 大家要我講幾句話 我以此勉勵 我們余會所有的 先生女士們 我們要發大聲 要以大愛來愛護社會 愛護一切眾生 將世界 照顧老人 幫助老人這個事情 全心全力來做好 這樣啊 才不辜負 卻離 九九年過季敬老節的 用意了 我願意與大家共同勉勵 共同努力 做好這一樁好事 我要說的話就說到此地 謝謝大家